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龍在32歲就走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在彼此爭論不休的時候 有一支李小龍僅存的實戰影片 經過修復後曝光 從高清的視頻中或許可以判斷李小龍是真功夫還是表演 1964年美國加州舉辦長島國際空手道錦標賽 當時李小龍跟徒弟木村武之都有出場 木村武之在認識李小龍前已經是空手道黑代高手 他後來放棄了空手道成為李小龍的徒弟 現年已經94歲的他也是最低調的李小龍徒弟 空手道比賽完畢後 李小龍與木村武之進行李手對戰 李手是永春拳的鍛鍊方法之一 用來練習攻擊及防守的反應 也是鍛鍊攻防之間的身體觸覺反應 兩手可以自由攻防能夠流暢地卸除對方之力 也可以轉化為直線攻擊對方 李手更深一層的作用是在提升自身內力 經由手腕接觸的互動可以協調身體肌肉的平衡 以及身體重心的穩定性 為了提高難度 李小龍蒙起雙眼與徒弟交手 兩人對戰速度之快 幾乎看不清楚他們如何用雙手進行格鬥 實戰中木村武之依然不敵猛眼的李小龍 多次被擊中頭部與身體 最後被打倒在地上 兩人實戰到此結束 當時四屆世界空手道冠軍威克摩爾就在會場上 為了向眾人示範和為無欲照出拳 李小龍便要威克摩爾阻擋他的出拳 當時兩個人相聚約三個身位 他以為能阻擋李小龍的拳頭 誰知道李小龍的拳速快到收了拳 他才有反應 威克摩爾事後說 他當初根本沒準備好 另外傳奇格鬥家喬劉易斯 是當日空手道錦標賽的冠軍 李小龍便向他表示可以切磋彼此拳頭的力道 一名記者火腰上台當標靶 雙方準備好之後 喬劉易斯猛力地打出一拳 在護具的保護下 這名記者只後退了一大步 接下來李小龍告訴記者他能用更短的距離 卻可以擊出更強的拳頭之力 當時李小龍出拳的距離只有約二十多公分 李小龍出拳後 記者被擊飛 狼狽地跌坐在椅子上 接著往後滑了五公尺之遠 喬劉易斯之後更親自領教李小龍寸拳的威力 也就是在一尺的距離下打飛對手 結果李小龍緊用一隻手掌的距離 便將喬劉易斯打飛在椅子上 喬劉易斯後來放棄空手道 進而追隨李小龍學武 被認為是現代自由國籍之父 空手道錦標賽接下來是進行李小龍與徒弟黃景明的格鬥實戰 兩人都戴上頭套、拳套與身體護甲 這是因為主辦單位規定 進行實戰搏擊一定要戴上拳套的保護裝備 所以兩人不是進行表演賽 而是拳拳到肉的實戰格鬥對打 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黃景明一衝過來 李小龍就立刻出腳攻擊對手的身體 同時阻斷黃景明的繼續進攻 我們還可以看到李小龍出拳有多快 當黃景明攻擊時 在短短的半秒鐘 李小龍就迅速地打出兩拳 同時擊中對方的身體要害 如果黃景明身上沒有穿上防護裝備 肯定會痛到倒在地上 這時李小龍就可以趁勝追擊 再快速打擊對方的身體弱點 讓對手受傷投降 李小龍的徒弟木村武之曾說 李小龍的搏擊方式與理論就是在敵方進攻的當時 或是進攻之前阻止他 是一種積極的防御來化解敵人的攻擊 這就是所謂的截拳道 另外李小龍也是敵不動 我不動 敵移動 我先動的格鬥武術家 每當敵人要攻擊時 李小龍總是很快地就化解迎面而來的打擊 並先將敵人擊倒 攻擊過後 他會以最短的時間回到戰鬥姿勢 阻止敵人再一次的攻擊 第二戰是李小龍與徒弟木村武之對打 他在絕無放水的情況下積極進攻 但都被李小龍一一截擊破解 木村武之曾說 由於李小龍英年早逝 他一手創立的截拳道並沒有完全成熟 讓許多武術家扛著截拳道的招牌設立道館 廣收徒弟 而他們傳授的都不是正宗的截拳道 才讓截拳道完全失去原來的武術宗旨 至今仍有格鬥家認為 李小龍沒有正式在擂台上比賽過 很難認同他是武術格鬥高手 只能說他是一位紅遍全世界的武打明星 不過有部分格鬥家認為 李小龍所理解的格鬥功夫遠不同於傳統武術 他反對像是拳術、刀術或是棍術等具有既定套路的武術 李小龍崇尚的是無規則與無門派的實戰格鬥 李小龍會受到世人崇拜跟尊敬不僅在武學造詣 還有他的武術哲學 他曾經說過 不要畏懼一個人練習一萬種踢腿 而是要畏懼他練習同一種踢腿一萬次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點贊或分享出去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影片的訊息